其實每個物種啊 就是這個傷害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改變環境的能力 例如說你會花狗 你是不是有改變環境 例如說你會竹場 你是不是有改變環境 這個地方有長樹跟沒有長樹 長了樹之後變成森林 整個溫度 濕度 焦度都會改變 所以生物的生長本來就會改變環境 可是像人類這樣改變得這麼徹底的也 不是很差 就是沒有 對不對 只有人類會這樣子 那有人是說其實像這個 Other是不是 Ever 就是水塌跟隔離 這一類的話其實它會出一些提案 對不對 那對環境的影響也滿大 因為就水灰淤漬 然後接下來它漸的畢竟沒有很多物 然後石頭大概會潰底 所以其實它對環境的傷害 有沒有人講傷害 影響 衝擊也滿大的